大學生財博兩會在今天正式登場 可以看到今天的首戰來講 當然打頭陣的就是台灣大學 尤其呢很多企業以及學生們都在這邊 往這裡看台積電的場位 也非常多的民眾都在這裡 台積電搶人才拼全力 不少學生很感興趣 當然追夢以外薪水是最大誘因 是希望一個月可以到80K以上 一定是怕的 不過是想說因為還年輕 還有新鮮的乾可以熬一下 怕辛苦但還有新鮮乾可以熬 台大學生有信心 畢竟這次台積電開出6000名 新進員工職缺 還標榜碩士畢業新進工程師 年薪上看200萬 泛道體人才短缺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那我們一直長期都在關注這樣的議題 需要多元各方的人才加入 台穎董事長張安平親自帶領媒體講解展區 這次真材 還釋出五大國家海外派駐職缺 也搶工新能源等九大領域工作 希望有創意的 真的是有未來的國際性的一些人才 對我來講 能源這個總是一直往上走的 而不是往下 當然每一個產業都有上上下下 本來就是人生也是上上下下嘛 看好接下來景氣也瞄準能源發展 至於金融業這次卯足全力 郭泰晶要找儲備幹部數位科技等人才 預計真材六千兩百人 七大金控加總要招募三萬人 我想我們現在有三個MA的系列 應該是說我們都會保證連行會破百萬 還有國門解封航空業復書 不少學生懷抱機師夢 華航要找一百二十名機師 喊出玩訓機師月薪二十萬以上 追求理想而不追求比較這種麵包的東西 台大校園真材集結三百一十多家企業齊聚 學生出踏社會 業者們招募人才也搶學生們新鮮的乾 地北新聞 王新唐 中佳南三位協 小組來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今 yapıl展開啟通知小鈴鐺 醬 後 詞 彼